画面上是中华汽车总经理 特别来到基隆市政府 拜访市长谢国良 而且也在市府一楼大厅 展示这款白牌电动机车 让各界能够多加了解 基本上这台电动机车的性能 对于克服基隆的多山地形 没有问题 因为这台车 第一个它的跑波率非常好 然后它只要充电30分钟 就能够跑70公里 的一个路程 所以这台车子 其实是最适合我们基隆市多丘陵 然后也比较多年轻人 使用的一个车型 那我们非常感谢谢市长 能够提供这样的专案 那中华汽车也会全力来配合 谢谢 市长谢国良也和中华汽车 进行交流 市府将把这款电动机车 纳入选项之一 也乐见更多厂牌 来响应基隆的电动机车专案 很高兴中华汽车的 中华汽车的陈总经理 玉龙集团的来访 首先我们会把e-moving 纳入我们新年天空机车的方案 的一个型号之一 第二我们会在未来讨论好 一定足够的数量的同时 去思考如何建置足够的充电站 并且在这些充电站搭配生活方式 一个机能 我们开玩笑的称呼它 Lifestyle充电站 就是可能车子要充电 maybe人也要喝一杯咖啡 也需要充电 第三就是玉龙集团中华汽车 包括他们的这个型号在内 也有表达可以跟市府未来 讨论在这个交通便利的地点 提供电动机车 来作为基隆市未来的共享运具 这些都是我们乐意看到的 市长谢国良也感谢机车厂商 能够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基隆 推动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的政策 期盼在各界共襄盛举的情况下 能够给基隆通勤的年轻人 多一点的关怀照顾 我们会有其他的场 但是我们很开心 伊牧民今天愿意站出来 公开的表达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 公开的表达 愿意来跟基隆市府合作 那基隆市府也会展现诚意 会来积极的跟他们合作 我认为会有很多人会思考 会希望跟市府合作 因为我觉得跟基隆市府合作 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案例 进而延伸到这个其他的县市 其他的具规模的合作对象等等 甚至我开玩笑讲 未来不跟我们合作的人 也许有一天会后会也说不定 所以我们原本就是这样想的 市政府补助三万块 这个工业局跟环保署 约略补助一万块 四万块就要做出一台 这个好的电动机车 各位看起来这台车 我是不想帮车子打广告 但我觉得一台白牌的电动机车 可以骑到一百 一百公里 一百公里有点太快 千万不要骑 机车骑到一百公里 OK 那我觉得这个的性能 不会不好啊 所以批评的永远都会批评 我都是跟大家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就是会继续的 一步一步走下去 其实也有其他的厂牌 的企业组 我们已经都也碰过面 那这个也愿意表达 跟我们合作 我们会陆续的再告诉大家 因为大家也很关心这个议题 非常感谢 我们会陆续的再告诉大家 相关更多的进度 更多的讯息 跟只要我们一确定 对方这个不怕压力 可以展出他们的车型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的展出 其他要跟基隆青年朋友 合作的车型 都是四万块 都是四万块 但是大家会看到 maybe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车子 让这些青年朋友 有可以选择的空间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幻灵报道